大家好,13点55分了啊 这有一个消息啊,来自新加坡的啊 说是新加坡政府宣布打过中国科兴疫苗的人 全部不算打过疫苗 将从接种疫苗的名单上删除 虽然WHO啊,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虽然WHO已经批准科兴疫苗紧急使用权 但鉴于中国科兴还未能提供完整的临床数据 以及在其他国家出现大量打完疫苗 依然受感染人群 加上Delta啊,Delta这个变种的肆虐 这个变种应该就叫印度变种啊 啊,所以政府做出此决定 只有打过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的人 才算接种过疫苗 这比较起来哈,人家还是认西方的 中国这个好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用了中国的疫苗 比如说智利啊,某些国家 结果这个发病率啊,没降反升 所以中国疫苗在国际上的信用 确实受到了大家伙的广泛的质疑 现在反正欧盟应该不认 欧盟应该不认 好像美国加拿大 好像整个西方都不认 那现在新加坡也不认啊 不知道世界上哪些国家认中国的疫苗啊 这个我个人也对中国疫苗的这个效用 效力有效性 这个表达啊 表示高度疑问啊 起码要画好几个大大的问号 哎,现在欧盟内部啊 现在慢慢都一开始这个国界啊 现在都可以流动了 但是看起来啊 打了中国疫苗的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还从自身找问题吧 我觉得问题出在自身